好 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的第五章 有关于降维度的一些技术 我们之前的影片讲过PCA 也就是组成分分析 在这边我们讲个东西叫做LDA 通常中文就把它翻成线性判别分析 组成分分析跟线性判别分析 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其实一个最大差别就是 组成分分析它是用在非监督室学习的状态 也就是说今天给你一堆data 事实上也没有跟你说这堆data到底属于哪一类 总而言之就是希望你可以把它的重要特征 把它萃取出来 但是LDA通常它就是对于那种监督室学习 想要去做分类 所以这大概是两者最大的不同 至于哪个东西比较好其实很难说 有些人是觉得说你假如是监督室学习的话 你就用LDA吧 但事实上也有文献发现说 你假如用在那种所谓的图像辨识的话 那事实上图像辨识基本上它也是一个监督室学习 因为每一个影片 每一个图片它可能都是属于某一类动物之类的 但是事实上用PCA的效果反而比LDA还好 所以到底是PCA比较好还是LDA比较好呢 其实很难讲 反正现在的Sign & Learn都非常的方便 那你就两边就做一做也是可以的啦 好那我们怎么来介绍这个LDA呢 还是一样我们先去看一下找到的那一本 基地学习的旧约圣经 那到底在哪边可以找得到 那我们在之前影片已经讲过非常多遍了 不过我们这里再很快的把它给讲一下好的 那就到Google里面去 然后你就打入那个简称 我通常都要想一下 叫做P-P-P-R-M-L吧 P-R-M-L 就是形态的辨识与机器学习 那你就把它打一个Microsoft 再打个Microsoft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到这本书的官网 那就可以把它给下载一下 那按下去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官方可以直接让你看的一个结果 所以应该拿来看拿来讲 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因为在网页上这样看的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就把它给下载下来 那在我的桌面上 好所以我们之前所讲过的PCA 大概是在561页左右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561页 我们那时候讲PCA 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回忆一下上一部影片所讲的 那PCA其实就是组成分分析 基本上呢 它是一个非监督式学习 也就是说每个点呢 并没有给你标准答案 说这个点到底属于 到底属于哪一类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希望说 每一个点呢 都去投影到一个向量 叫做U的 然后希望呢 这个投影之后的结果 这个值呢 的编译数可以达到最大 所以呢 我们就是这样子 呼噜呼噜 就求出了一个矩阵 那这个矩阵 基本上就是这一堆资料 它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那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呢 通常在小明循 你只要写小明循的话呢 通常都是一个蓝项量 然后呢 跟一个列项量去做 举证的相乘啊 那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其实啊 它相乘的时候 就好像在算 两两不同变数之间 它的那个内积哦 那事实上就是在求 covariance 假如说你今天这个data 都已经 都已经减掉它自己的期望值哦 好 所以呢 在PCA里面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X 这个矩阵 也就是呢 这一堆data 它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所以呢 我们就说好吧 那今天呢 我们想要让这个 这一堆X呢 投影在U上面的 这个线性组合 那事实上这个得到点 variance 达到最大 所以呢 事实上这个东西的variance 其实矩阵来写 就长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想让这个东西最大 那事实上呢 假如U越大的话 那这东西呢 其实会可以到无穷大 所以呢 必须要对这个U呢 做一些限制 所以呢 我们就假设呢 这个U它是一个单位的向量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说 哦 原来组成分析说穿的 就是对一堆 嗯 资料 而这堆资料 并没有说它是属于哪一类 反正就是对一堆资料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去做 嗯 那个 特征根跟特征相当的分解哦 这个大概是我们上一部影片所讲的 好 那LDA呢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那我记得就是在这本书的大概是180几页的 我们看一下187页哦 好所以呢 嗯 这个地方嗯 接下来它就是要讲所谓的 不是主成分分析啊 就是所谓的线性 嗯 判别分析哦 那线性判别分析呢 它到底在做些什么事呢 那说呢 那事实上我们有时候呢 可以把一堆的X呢 把它降为哦 然后呢 降到一尾哦 那一个方法就是什么 就是对一个W的向量去做投影嘛 那这个我们都很清楚哦 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了啊 我们假设呢 我们现在开启小画家 小画家 好 所以呢 我们曾经讲过说 今天呢 假如有一个X的向量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有一个U的向量呢 在这边 那假如说呢 今天我们想要知道呢 X在U方向呢 的投影的这个长度的话 那这个长度呢 到底要怎么去算哦 那我们之前就讲过说 事实上呢 两个向量 它有一个夹角 这个夹角叫θ的话 那事实上呢 cosθ呢 就可以写成是 这两个向量呢 去做内积哦 然后呢 它的分母 其实就是呢 这两个向量 它自己的长度 它自己的长度 好 所以呢 今天假如说我们X呢 要对U去做垂直的投影 然后呢 我们对这一段长度 有兴趣的话 那事实上呢 说穿了呢 就是X这个向量的长度呢 去乘以cosθ 那乘出来的结果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呢 事实上就是X dot 然后下面呢 事实上就是X dot U 那下面事实上就是U的长度啦 那事实上呢 这个U的长度呢 其实并不重要啦 因为呢 我们 我们主要是要想要知道呢 S投影在U 这个方向 这个地方的方向 那事实上呢 长度基本上呢 就只是差一个长数而已哦 所以通常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U呢 的长度就当做是E哦 那假如说呢 U向量长度 事实上就是1的话 那X呢 投影在U这个方向呢 的长度 事实上就是X dot U X dot U 好那这个呢 你也不用觉得太奇怪啦 因为基本上呢 我们做的那个啊 什么直角做标系 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啊 举个例子来讲 你今天说呢啊 我在一个XY的平面上面 然后呢 我有一个向量叫做 32的好了 叫32 然后呢 我说今天呢 我要对X方向去做投影 我想要知道呢 这个投影之后的长度是多少 那你当然知道说 哎 这个东西长度不就是3吗 不就是3 但是呢 事实上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今天这个X轴 它这个方向的向量 长度是多少 其实并不重要啊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假设 事实上呢 长度就是E哦 就是E 好所以呢 U这个向量呢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E0 E0的向量结果 好 所以你今天呢 就是32 去DockedE0 就得到3 那3不就是 这个32在X轴 方向投影的长度吗 所以呢 我们说事实上呢 这个U的向量呢 到底是多长呢 其实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重要 我们可以 大可以把它呢 订成E哦 那当然呢 等一下我们再看 我们要 我们要去Must 买个东西的话 基本上呢 你可能也是要对这个U的长度 去做一些的限制啦 不然呢 其实你Must 买的那个东西 U越大化 那整个目标还说越大 其实根本不可能去极大化 因为呢 它的 它实际上是可以到无穷大的 好那有这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想说 那我们呢 现在有一堆的X 那我们想要呢 去投影到W这个向量 但是呢 现在这个X呢 其实它是有标签的 事实上呢 它是可以说 它到底是属于第一类 还是属于第二类的 就像下面这个图一样 那这有两类的X 我们现在呢 想要对一条 线呢 一个向量呢 去做投影 那去做投影 那当然呢 我们希望呢 投影出来的结果 那可能呢 这两群呢 可以分得比较开一点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说 那既然呢 空间上每一个X的点呢 对W这个向量去投影呢 其实 假如W的长度是1的话 事实上呢 投影出来的长度就长成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所有的X呢 都去对W这个向量去做投影吧 那现在X呢 有些属于第一类 有些属于第二类哦 不管怎样呢 所有的点都是对W这个向量呢 去做投影 那当然呢 我们也可以算出呢 这个属于第一类的点呢 投影完之后 那个值的平均数 这个我们算得出来的哦 不是 这个M1 并不是投影完之后的平均数 这M1事实上呢 是属于第一类的那个X坐标 它每一个分量的平均数 那M2呢 事实上就是属于第二类的那些点 它呢 每一个方向的 就是每一个分量的平均数 这个是M1跟M2 这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当然要除以N1跟除以N2啦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想要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想要说 今天这一堆点X呢 它可能属于第一类可能属于第二类 但不管怎样呢 全部都对W这个向量去做投影 而且我们希望呢 投影出来的结果呢 那实际上这两堆投影出来那些点的平均数呢 能够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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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其实你就是要去MAX码这一条四值哦 也就是说让我们去找个W 然后呢 死了这个东西能够达到最大 那就代表什么 代表说今天呢 第一类的点对W去做投影的平均数 实际上他们可以距离的蛮远的 这个是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 所以呢 你就想要去MAX码这一项东西哦 但是呢 MAX码这一项东西呢 你会发现说 今天你假如不对W去做一点限制的话 那基本上这可以到无穷大 那不可能去MAX码的起来哦 所以呢 通常我们就要加一个限制4哦 那加这个限制4呢 那加这个限制4呢 通常就是说 那我们就让W的长度变成1吧 所以就是这边呢 我们就加个限制4哦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变成什么东西呢 其实你就去做一个Lagrange吧 那这个Lagrange呢 还蛮简单的啦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目标函数 现在是长成这个样子 M2 然后呢 减掉M1 这是我们的目标函数 但是呢 我们下一个限制4 就是呢 这个W呢 它的向量长度呢 要等于1啦 所以呢 事实上你可以加上一个Lagrange Multiplied 就是Lambta 然后呢 W的向量长度要等于1的话 其实呢 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 今天呢 这个W Transpose呢 乘以W 然后-1呢 其实就必须要等于0 所以这是一个等4的限制4 我们就把它加进来 就变成一个Lagrange 那接下来呢 就没有什么啊 就是对W这个向量去做微分吧 那至于呢 那怎么去做 对向量去做微分呢 这个就请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如何对向量去做微分 那我这边呢 下面打一横呢 代表说它是向量 那边打一横呢 事实上就是存量的意思 就是说没有打一横的东西 例如说Lambta或1 它事实上就是存量的意思 好 那我们就把这整个东西呢 对W这个向量呢 去做微分 那微分出来的结果呢 其实呢 一阶导函数就是M2-M1 然后呢 再加上 这个是前面这一项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Lambta 然后乘以W 这样子 那基本上呢 这就是一阶导函数了 所以你就可以令 这个一阶导函数呢 就等于0 就可以把W给解出来 好 所以呢 解出来之后呢 他就告诉你说 嗯 基本上W呢 就是跟M2-M1的方向 事实上是乘乘正比的 那当然乘正比呢 就是有可能是同方向或反方向 但是呢 就是长度呢 事实上就是差一个尺度而已 那其实跟我们这边 所导出来的结果 W呢 其实跟M2-M1 这两个相较相减的方向 方向可能是同方向 或是180度反方向 但是就是乘正比的意思 好所以呢 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图哦 那假设呢 现在有一堆资料在这边 一堆资料在这边 一堆资料在这边 然后呢 我们就说这堆资料 它的那个 它的中心好像就在这边 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第一个轴跟第二个轴呢 每个轴它的平均数大概就是位于这里 那红色的呢 就是位于这里 所以我们刚刚说呢 我们假如去MASMA这一项的话 基本上呢 我们所得出来的那个W的向量呢 就是跟M2-M1是同方向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中心点就连起来 连起来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是 就每个点都对这条线 这条线去做投影 那投影出来的结果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画成一个直方图 那就发现说 嗯 这样好像还是有点的问题啊 有点的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边呢 会有一些overlap 有一些overlap 那 虽然呢 我们已经期望投影出来之后的 这一个红色的点 它的期望值 跟蓝色点的期望值呢 已经是可以达到最大 但是事实上呢 它还是会有一些的overlap 所以感觉起来 对这个W这条线呢 去做垂直投影 好像不是很好 那反之呢 假如说我们现在呢 先看右边这个图 我们今天就不要对 这两个中心点 连起来这条线 去做垂直投影 我们就找一条这样子的线 然后呢 每个点都是对这条线来去做投影的话 你就发现说 咦 这时候呢 其实投影完之后 它们这两类呢 就没有overlap 就没有overlap 所以似乎 我们今天呢 去极大化投影完之后 这两类的平均数 好像还不够 我们还要干嘛呢 我们可能还要极小化 那每一群之间 他自己这堆投影完之后的 那个数据 它的那个变异性 它的变异性 好 所以接下来呢 他就定义了一件事情 他就说好吧 那我们现在就去想一下事情 就是说我们就定一个目标函数 然后呢 目标函数分值是什么呢 你这边可以把它想成m2-m1的平方 就好像是我们希望呢 投影完之后 这两堆data呢 它的期望值的相减 可以越大越好 这个是我们分值的部分 那但是呢 我们刚刚说这样还不够 我们还希望呢 各组间 投影完之后呢 的各组间 它的那个变异性可以越小越好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说分值是 分值事实上就是m2-m1的平方 就是我们刚刚在做的这件事情 好像在max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分母呢 想要除以一个东西 就除一个东西在分母 这个分母事实上呢 你看这条式子 基本上就是像 在算一个资料 它自己这堆资料的变异数的感觉 当然呢 这里没有除以n 除以n之后就真的像变异数的感觉了 所以我们说呢 今天我们也希望呢 各组之间投影完之后呢 它的组内 就是说各组呢 它投影完之后 组内的变异数可以达到最小 那我们说呢 什么东西叫组内的变异数呢 我们就把这两堆的组内变异数 就把它相加 叫做呢 这堆data它的组内的变异数 然后呢 所以呢分母就是s1平方加上s2平方 所以呢 今天目标函数就长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呢 直觉上还蛮好理解的 就是说我们要极大化这个目标函数 那分子就是什么呢 分子就是我们希望呢 这些数 就是呢 这些点对某条线去做投影完之后 投影完之后呢 它们的期望值就差的越远越好 这就是我们说的组间的差距要 越远越好 但是呢 组内呢 的那个变异呢 也要越小越好 这样才不会有太多的 就是投影完之后 才不会有太多的overlap 所以呢 分母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组内 它自己的变异 那变异数呢 大家都知道这么算嘛 那事实上呢 这个yn就是什么 就是投影完之后的点 剪掉mk 就是投影完之后 各自群体 就是各自类别的那个那些点的平均数 所以这个事实上就是在算变异数 只是它都是投影完的概念 好所以呢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到一个这样的目标函数 好那这个东西呢 用矩阵来写的话呢 就会长成这个样子啦 那当然看起来有点恐怖 但是其实也不用太害怕 基本上呢 这个东西都是两个线性组合 然后相减之后取平方之类的 或者是呢 各自自己呢 去取平方之类的 所以呢 总而言之呢 就是在线性代数上来写的话 那这个分子的部分呢 用矩阵来写就长成这样 那分母的部分呢 用矩阵来写就长成这样 那分子的部分呢 我们看这有个SB 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 Between Between Class 的Cobliance Matrix 就SB事实上呢 就是 投影完之后呢 各群之间的 那个 Cobliance Matrix 那其实呢 它的定义就是长成这样 那当然呢 这个是 数学推导的结果啦 好 那分母的部分呢 就是各自投影完之后的Variance 那事实上呢 其实Variance 用矩阵来写就长成这个样子 那SW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就是那个 在各组之内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那事实上呢 它现在是有两项相加啦 因为呢 我们今天说 总共的 就是Total的 组内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其实就是各组自己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相加啦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相加的东西呢 就把它叫做是SW 好 那现在呢 我们有个目标函数长成这样 那接下来要干嘛呢 接下来就是呢 对这个W 这个向量呢 去做 微分 就是做微分这件事情 那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做微分呢 其实你可以把它想成基本上 这个分子也是一个数 分母也是一个数 所以呢 你就用大一微积分的方法去做吧 其实就是分母平方 然后分子呢 微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先为上面 然后乘以下面不为 然后呢 再剪掉上面不为呢 然后去为下面 所以呢 我还想要不要做给你们看呢 不过这个好像也不是太困难 只是用话书写是很累的事情 好所以呢 其实我们就把这个东西 要对W这个向量做微分 那分母部分我们就不看了 因为分母部分呢 就是一个东西的平方 它一定是大于零的 但是呢 我们又希望呢 微分出来的一些导含数呢 是可以等于零的 所以呢 其实我们只要关心 分子的部分就好了 那分子的部分呢 就是纤维什么 纤维分子 然后乘以分母 所以呢 分子你只要对W这个向量 去做微分的话呢 那基本上呢 就是两倍的XB 然后呢 乘以W 这事实上就是分子 对W这个向量做微分的结果 那XB是矩阵 W是向量 我就把它 矩阵就是下面打两横 下来就下面打一横 好 然后呢 乘以什么呢 就乘以分母 那所以分母呢 我们就把它造写就对了 嗯 造写就对了 好 那这个是第一项 第一项结果 然后呢 在减掉什么呢 在减掉现在呢 分子不要微分了 所以分子不要微分的话呢 其实就把分子呢 超一下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就好像可以不用写 哈哈哈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对分母 微分了 就是分母呢 对W这个向量做微分 所以呢 前面也会有2 然后呢 分母对W向量做微分呢 事实上就是SW 这个矩阵 哇糟糕了 不够写了 2啊 好 SW这个矩阵呢 然后呢 乘以W这个向量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一些导致就把它定成0 那定成0之后呢 你就发现都有2 2就把它消掉吧 所以最后的结果呢 他就说 总而言之W 就是要符合这条式子 你看这条式子 基本上就是我们这条式子呢 把这个符号移到等号的右边去 所以呢 就是变成说 左边 其实就是 它的左边其实就是我们这一项 就是W Transport乘以SB乘以W 我这一项就是它这一项 然后乘以SW 这个矩阵才乘W 那这里书上的右边就是我前面的这一项 那因为呢 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什么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 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一个存量 所以这个数呢 可以把它搬到前面去 所以呢 那就可以得到这一条式子 所以呢 今天我们求出来W 就必须要符合这条式子 那前面呢 这个都是一个存量 所以一个存量呢 乘以矩阵SW 再乘以向量 然后就要等于呢 这又是一个存量 然后乘一个矩阵 就是SB 然后再乘一个向量 W就要等于这个东西就对了 好 那这个东西看起来有点难解 但是呢 其实也不会太困难 假如说我们今天 不是要把它的直算出来 我们只是要想要知道呢 它的方向到底是怎样的话 那倒是还好 所以他就告诉你说呢 我们看一下SB 也就是呢 投影之后呢 组间它的Valence Perence Match 就长成这个样子 那后面这次是有SB乘以W呢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呢 就整个乘以W 那乘以W之后呢 你发现这是一个矩阵 全是Pose 再乘以W的话 它又变成一个存量 所以呢 事实上呢 SB乘以W呢 其实就变成是一个存量 乘以一个M2-M1的向量 所以他告诉你说 SBW基本上呢 就是跟M2-M1是相同方向的 相同方向 然后呢 他又说我们今天假如只是关心方向的话 那这个存量跟这个存量 基本上呢 你就可以不用看了 那只是用个正比余的符号就好 然后呢 然后再把这个SW呢 就移到等号右边去 那矩阵移到等号右边去 就变成是两边去 SW的inverse 所以最后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好 他说呢 这个线性判别的分析呢 我们假如说想要去极大化 投影之后的组间的变异 然后除以呢 投影之后 这个组内的变异的话 那基本上呢 我们找出来的W的线呢 叫正比于这个东西 好 那相对于呢 我们之前假如没有考虑投影完之后呢 各组之内的变异要最小的话 其实相较来讲呢 事实上就是多了一个SW的inverse而已 但是假如说呢 今天SWinverse呢 它是一个单位矩阵的话 那事实上呢 我们得到的结果呢 那就是呢 这个W呢 仍然正比于M2-M1 这个方向 但是假如说呢 那今天这两群 它的SW的inverse呢 事实上不会是单位矩阵的话 那当然呢 找出来的这条线呢 就不会是这两个中型点相连的这个线 这个线 好这个大概就是整个 线性判别分析的一个理论基础 它说这个东西叫做Future Linear Discriminate 那它说呢 严格来讲 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判别器 它只是呢 找出了一个方向让你去投影 那投影完之后 那你就维度就下降了 那维度下降之后呢 其实就可以再做进一步的分析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它说基本上 这个好像是一个资料处理的一个过程 中间的过程而已 这个是下面这一段文字在写的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我们的这本书 那他呢 到底这里要怎么去讲 好 那我们就继续说吧 那你一定会觉得说 为什么后面这半部跟前面这半部好像 情绪差很多呢 那的确没有说是情绪差很多 因为前面的那半部呢 是昨天录的了 那今天又已经是9月17号了 那因为呢 昨天9月16号呢 这个院有一些事情 就是教育部呢 要来看看我们跟他们申请的经费 到底有没有钱乱花 所以就来访试了一下 因此呢 前面那半部呢 就是在昨天上午录的 那录完之后呢 我就去忙那件事情了 所以后来就发现 竟然没有时间 把后面那半部 后面这半部给录起来了 那等到呢 要录的时候呢 又已经是隔一天 也就是现在9月17号的下午了 那我发现 情绪上竟然就有点连不上起来了 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有可能是因为呢 上个礼拜的最后几天 其实也是中秋节啊 那中秋节就 就就就就比较放松 所以现在呢 发现哎 怎么突然跟上一部的情绪 有点连不大起来 但是呢 我还是尽量的把它完成吧 你会发现这个录影呢 有时候一气呵成就 就还蛮蛮不错的 但是假如分段路的话 真的有时候度起来是蛮挣扎的 好 那我们上一部大概讲了一下说 这个LDA 到底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发现有一个地方 我还有点讲错了 就说呢 整个LDA呢 它其实就是在极大化这一个值 那这个值呢 其实在做什么呢 就是分值 它事实上呢 就是说希望两堆DATA呢 对某一个平面做垂直投影之后 然后呢 垂直投影完呢 这个组间 它的Valance Covenance Matrix 可以越大越好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两组呢 可以越分散越好 那同时呢 投影之后呢 每一组 它自己组内的Valance Covenance Matrix 越小越好 那所以呢 这个四值说穿的 就是希望呢 这两堆DATA 然后呢 对某个线 或某个平面 垂直投影之后 垂直投影的结果 组间会分得很开 组内呢 自己呢 会蛮集中的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啦 所以呢 我们 大概前半步呢 就是说 那经过一般数学式的推导出来之后 我们就发现呢 这个W 事实上就是正比于这一项 那事实上我呢 没有点地方讲错了 我说呢 今天SW呢 也就是 主内各自的Valance Covenance Matrix 相加的话 那这个SW 的Inverse 假如是单位矩阵的话 这整个过程呢 就会回到 最前面呢 我们说 对这两对Data的中心点 连起来那条线 去做垂直投影的结果 事实上呢 没有那么严格啦 其实呢 这个SW呢 不一定需要 一定要是单位矩阵喔 它只要Proportional to Unit Matrix就可以了 所以那SW 它假如呢 跟单位矩阵是成正比的话 事实上呢 这整个结果 就会呢 退化成 我们在更之前 所讲的 就是对 这两堆的中心点 连成那条线 去做垂直的投影 换句话说呢 其实呢 就会退化成呢 我们其实只要 极大化分子的这部分 就可以了 好 这是上一部分呢 我们有一些 小小讲错的地方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呢 这本书 它到底去怎么解释 这件事情呢 那首先呢 它还是先把PCA和LDA 它的差别讲了一下 那PCA基本上是对 非监督式学习的Data 去做降维度的过程 那换句话说呢 这些Data本身呢 并没有说Y等于0或Y等于1 这样的概念 那这些Data呢 并没有去指明了 什么Data是属于第几群 所以事实上 这个就是非监督式学习 那LDA呢 它也是一种降维的一个处理 但是呢 它是对监督式学习的Data 去做降维 换句话说 这些Data呢 本身已经有它的Y的Label了 那某些Data 可能是属于第0类 有些Data可能是属于第一类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希望 他们呢 对某一个平面 或某一条线做垂直投影之后 那那个投影的结果呢 其实白话来讲 就是这两群Data 投影之后结果 能够分得很开就对 这就是呢 所谓的线性判别分析 好所以呢 这个书 它的作者就首先画了一个这个图 他说呢 我们现在有这两堆Data 然后呢 这两堆Data的Y都是有Label的 所以呢 例如说左边呢 是Y等于0 那右边呢 就是Y等于1 那假如说呢 你今天啊 就我们这个图来看 你就针对这个X走呢 去做 垂直投影的话 你会发现呢 投影之后 其实呢 维度不但下降了 因为本来是一个平面的点的分布 现在呢 变成呢 只在一条线上的分布 所以真的达到降维的目的了 那同时呢 这两堆Data降维之后呢 他们这个分配呢 其实还分得蛮开的 所以这样就很有 很有所谓的 discriminate的感觉 就是很有判别的感觉 但是呢 假如说这两堆Data呢 都对Y走去做垂直投影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投影完之后 这两堆还是黏在一起啊 就是你你中有我我你中有你 基本上他们还是分不大开哦 所以呢 怎么去找到 一个适合的线或平面 然后大家对着它去投影 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 好 那这整个Data它的做法 到底是怎样哦 那它过程 大家可以分成几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呢 我们首先都先要对这个数据做标准化 那因为呢 我们在做机器学习 或深度学习的时候 其实通常就已经 会先对资料做标准化了 那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今天每一个解释变数 它的期望值跟标准差呢 都要算出来 那当然算的时候呢 是只有拿训练资料来算 你不可以把测试资料也拿过来算 所以就是拿训练资料出来 然后呢去算每个解释变数的 mean 跟 standard deviation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把训练资料呢 每一个样本 它特定的每个解释变数的那个值呢 就剪掉那个解释变数的 mean 然后处于那个解释变数的 standard deviation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做到标准化事情 那测试资料呢 基本上也是这么做啦 那测试资料呢 剪掉的 mean 跟 standard deviation 其实是训练资料所得到的 所以这个应该大家都还蛮清楚的 好所以呢 第一步其实就是标准化这个数据 这我们已经常常做过了 那因为呢 通常在分析之前 我们本来就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通常第一步呢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自然我们就会做 那第二 再来就是说 我们要算每个类别的 所谓的 mean vector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我们说 今天我们就是要极大化这个数值啊 那这数值里面呢 分母有个 sw 那 sw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组内 每一组组内呢 的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的加总 所以你看一下 像这第一项 像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项像是什么 像是呢 每个点 然后呢 减掉期望值平方的感觉 只是呢 我们现在呢 这个解释变数有13项 而不是只有一尾而已 所以呢 写出来就会变成是一个 矩阵的样子 但不管怎样呢 因为在算变异数的时候呢 其实是必须要减掉 每个解释变数的期望值 除于每个解释变数的 在算变异数的时候 事实上呢 你是每一个点呢 都要减掉每个解释变数的期望值 然后呢 再去做平方类似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对每个类别 都算出 在这个类别之下 每个解释变数的期望值 然后把它摆成一个矩阵 这个东西就叫做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对每个类别去计算 像我们这个 资料 现在是9的资料 所以总共有13个解释变数 所以呢 就每个类别都要去算一个 13乘以1的向量 这个向量事实上就是 所谓的 mean vector 就是平均指向量 那里面的分量呢 其实就是 每个解释变数 就这个类别来讲 它的平均数 就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呢 这个就是第二步要做的 那第三步要做的呢 其实我们就是要把这个SW 跟XB 给算出来 那SW 说穿的就是什么 就是在算每个组组内 它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那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会写成这样子 因为呢你想看看 在粗统里面呢 那我们说今天 covariance的xy好了 我们就说 covariance的xy 到底怎么去算呢 那当然你学过粗统都知道呢 其实就是x呢 减掉s的平均数 然后呢 再乘以y 然后减掉y的平均数 好 然后呢 下面 就是把submission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样本呢 都把它submission起来 然后下面呢 可能还会再出一个n 或n-1之类的事情 好 所以呢 事实上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样本 它都要减掉 它现在所在的这个解释变数的 平均数 然后呢 就做交叉成绩这一类的事情 好 所以呢 像我们这边 它这个数学符号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xn呢 其实就是每个样本 它的那个 13个解释变数的向量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那xn事实上呢 就好像是一个 13乘以1的一个向量 好 所以呢 它现在里面就是有 13个解释变数 每个解释变数呢 这个样本所收集到的值 然后呢 m1是什么东西呢 m1事实上就是呢 今天对于第一类的9 那第一类的9呢 这13个解释变数呢 的平均数 的平均数 好所以呢 那你今天假如说把xn 减掉m1的话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 事实上就是呢 在算这个样本呢 就这13个平均数 每个 13个解释变数 每个解释变数呢 都去减掉 每一个分量都去减掉 那个解释变数的平均数 也就是说呢 xn 其实就是我们对某个样本来讲 它所收集到的13个解释变数 m1呢 事实上就是 假设是对第一类 然后呢 这13个解释变数的平均数 所以呢 xn减掉m1 那说出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例如说 第一个解释变数 让我这个样本的数字 减掉第一个解释变数的平均数 然后第二个数字呢 事实上就是我这个样本 第二个解释变数的值 减掉第二个解释变数的平均数 好 所以呢 捡起来就好像是在做前面这一块的感觉 就在做前面这一块的感觉 好 所以呢 就想看看xn减m1呢 基本上它也是一个13乘以1的矩阵 好 然后呢 我们今天呢 就是要对这13个解释变数呢 去建立一个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然后这个矩阵呢 它会是一个多大的矩阵呢 事实上它就是一个13乘以13的矩阵 那组对角线呢 事实上就是各自的解释变数 它自己的variance 然后非组对角线呢 就是两两解释变数之间的covariance 好 所以呢 这个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呢 为什么在数学上呢 会是这样子的写 会是这样子写 因为呢 你现在想看看 你今天假如呢 xn减m1呢 是长成13乘以1的话 那也就是前面这一块 那后面呢 事实上就是xn减m1的transpose 所以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我们今天就是有一个13乘以1 然后呢 这个事实上就是呢 xn减掉m1 然后呢 再乘以什么 再乘以一个 xn减m1的转质 那事实上呢 就是1乘以13 1乘以13 好那你就用矩阵的方式去相乘 那这个东西呢 你用矩阵的方式相乘呢 你就发现说 它乘出来呢 基本上会是一个13乘13的矩阵 所以呢 跟我们的要算 要计算的目标 至少呢 这个矩阵的大小是对的 然后它在做相乘的时候呢 其实矩阵相乘就是这样子 这里的第一个元素 然后呢 跟这里的第一个元素相乘之后呢 其实就是摆在这边 然后呢 这里的第一个元素呢 跟这里的第二个元素相乘呢 那事实上就摆在这里 那想看看呢 这里的第一个元素 不就是第一个解释变数 就是第一个样本 它的解释 它的第一个解释变数 减掉第一个解释变数的期望值 所得到的结果嘛 然后呢 乘以这一项呢 事实上也是呢 这个样本 第一个解释变数 减掉第一个解释变数 期望值的结果 换句话说呢 你就好像在算这件事情 只是今天呢 x是等于y 那事实上就是在算variance的意思 好所以呢 这个真的就是第一个解释变数呢 对于第一个样本来看的话呢 在做这一项结果的事情 那假如说呢 今天是这一项呢 去乘以后面这一项的话 就好像呢 例如说 现在对第一个样本来讲 它的第一个解释变数 然后平主化之后 也就是减掉它的min之后呢 乘以呢 这个样本 第二个解释变数的值 减掉第二个解释变数的平均数的值 所以呢 事实上也是在算上面这一项 只是今天x呢 事实上就是第一个解释变数 y呢 就是第二个解释变数 那算出来不就是 这个样本 对这个样本来讲呢 第一个解释变数 第二个解释变数 类似 covariance的部分嘛 那所以摆在这边呢 本来就是在算 那个 covariance的感觉 好所以呢 你今天每个样本抓过来呢 你就可以得到 13x13的结果 那你会说 这个sumension呢 我们这边好像没有做sumension 那为什么没有做sumension 因为你现在只有抓一个样本过来 算一次嘛 那假如说呢 你现在把所有的样本都抓过来 例如说 第一类9呢 它只要有50个样本的话 你就把这50个样本 每个样本都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呢 就得到50个计算完之后的矩正结果 再把它50个矩正结果就加起来 那这样的话呢 每一个位置的 的指是不是 就有50个东西在做加总 其实就是 类似这里在做sumension的感觉 好所以呢 通常我们在做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的时候 那 其实呢 你就会把它写成了 一个栏向量 去相乘一个列向量 那乘出来的结果呢 就是一个矩正 那今天呢 我们对每个样本都做这件事情 再把它加总起来 那事实上呢 就是有点类似呢 我们在做 covariance 或者是variance的计算 这边的sumension 那当然呢 我们这边事实上是没有除以n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在全部做起来的结果 其实我们并没有除以样本的数目 好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数学上呢 会是一个栏向量 成一个列向量 然后呢 对所有的样本都做这件事情 那事实上就好 事实上是在算 这一组 样本里面呢 它所有的解释变数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的感觉 当然呢 你假如真的要算 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其实是还要再除以n的 但是我们这边是 其实没有除以n 好所以呢 我们就对每一组的组内 都必须要这样子做 然后呢 就把每一组 它的组内的这个结果呢 就把它加总起来 事实上这个东西就叫做sw 那sb 到底是什么呢 sb 事实上是 主间的那个 co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所以在我们课本里面 就是我们看的这本书里面 因为它只有两类 所以它事实上呢 就是直接把m2-m1 就是呢 第二类的它的min vector 剪掉第一类的min vector 那这是一个栏向量 然后呢 这后面呢 是这个列向量 所以乘起来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13x13的矩阵 那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就是sb 好那等一下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程式 或许就知道了 不过呢 这里要是先说一下就是 嗯 我们假如看这个 这本集体学学圣经的话 那它的sb 是这样子做的 sw 是这样子做的 但是呢 等一下我们看程式呢 你会发现 它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例如说sw 在算的时候呢 它会认为说 我们每一组之内呢 其实是必须要怎样 必须要处以那一组的样本个数啊 那这样的话呢 才不会因为某一个类别 它的样本特别的大 那就是了 那它算出来的这个值都特别大 那其实呢 这是不大公平的事 因为它的样本来就特别多 所以算出来这个值本来就会特别大 所以呢 我们这个程式呢 它刚开始是会说 好吧我们就用这方式去算 可是呢 后来想一想发现 嗯好像不大好 我们呢 应该每一个组里面呢 算出来这个结果 要处以那个组的样本个数 所以呢 我们等下看程式 你会发现呢 事实上它是做两次 那后来它就觉得用第二次 或许会比较好 就是每一组在算它的组内的 解释变数的 Varance-Covirance-Matrix的时候 事实上它真的是有去处以 那一组的样本个数 所以事实上它真的就是在算数学上 定义的Varance-Covirance-Matrix 因为数学上真正定义的Varance-Covirance-Matrix 事实上是必须要处以N的 然后呢 我们这本书呢 它在算这个 组间之间的变异的时候呢 其实它也不是照这条公式去做的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条公式事实上 是我们看了这一本圣经呢 它所写的 但是它在这里所举的例子呢 其实只有两类啊 只有两类哦 看一下它的那个 那个点 事实上只有两类 但是呢 我们现在是9的资料库 我们事实上是有三类的9啊 那三类的9的话 你怎么去算 主间它的变异呢 那当然你会说 那我们就两两 就去算这样的事情 然后把它加总起来 其实也可以啊 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行的 那我们这个书的作者呢 他事实上等一下会怎么做呢 他就会去算一个 所有样本得出来的一个Meme Vector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会说 好吧 我们就 第一类的Meme Vector 剪掉所有的样本 所算出来的Meme Vector 然后呢 去算一个Vence Covence Matrix 然后呢 再来就是 第二类的Meme Vector 剪掉所有样本 算出来的Meme Vector 然后呢 也是 去算一个Vence Covence Matrix之类的 所以呢 事实上 他并不是任两类的Meme Vector 去做相减 然后去做这一套公司的计算 他事实上是所有的样本 先算出来一个整体样本的Meme Vector 然后呢 在每一个类别 他的Meme Vector 去跟所有样本 所算出来的Meme Vector 去计算 类似这样子的公司 然后就把它加总起来 但是他在算的时候呢 他又有考虑到 每个类别的 的样本 假如不一样的话 那可能呢 必须要 必须要 扮演某些角色 所以呢 他 这边还是有做一些调整 事实上呢 就我个人的意见 就是说 你假如看了集体学习 或深度学习的 很多的文献 跟后来有些人写的程式 你会发现说 其实程式有时候 并不是那么照着 理论上的文献来走的 因为 毕竟这种 集体学习 或深度学习 基本上它是一种实验的科学啦 所以呢 有时候人家会觉得说 某个地方想小小的微调一下 或许呢 结果会更好等等 但是这个微调呢 到底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理论根据 似乎有时候也不一定有啦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 好像有一些小配包可以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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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 然后使得最后分类出来的结果更好 所以呢 通常大方向有抓住就好了 那小方向有些地方有点小小不同的话 那其实呢 是没有什么关系 反正做出来的结果 不错就好了 所以呢 第三步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我们要算SW 然后要算SB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 其实我们就是要极大化这一条 这条四字 但是呢 在我们的程式里面呢 它就 不是极大化这条四字 它就直接呢 把这个SW 去取inverse 然后乘以SB 事实上有点像是呢 在做这条这个四字 但是事实上呢 这个W我们都先不管了 那我们呢 就是好像从这边 我们可以得到呢 SB除以SW 但是SW是矩阵呢 那理论上 固定的一个矩阵 是不能放在分母的 所以事实上呢 他就把这个SW 就把它拿到上面 然后呢 加个inverse 所以他就说呢 我们就去算一个SW inverse乘以SB 然后呢 这两个矩阵相乘起来 当然还是一个矩阵 还是一个方阵 那乘起来之后呢 就是一个方阵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对他去做 特征根跟特征相应的运算 然后我们就去取 我们所要的维度 例如说本来我们有13维 现在呢 我们就取两维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取两维出来之后 那我们就把所有的点呢 都对那个两个维度的平面 去做垂直的投影 还要说后面的步骤呢 就很像是在做PCA 就很像在做前面我们所讲的那个PCA 就是组成分分析了 只是呢我们今天其实是对一个SWinverse乘以SB 这这样的矩阵相乘的结果 那去做PCA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它是有考虑到组间的变异数 也有考虑到组内的变异数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 那因为呢SWinverse呢 其实它是SW事实上是各组之间组内的变异数 所以呢你今天假如说你取那个Inverse的话 那好像呢我们就是要去极大化SB 然后呢去极小化SW的感觉 那跟我们所讲的 我们要希望投影完之后呢 那这个组之间的变异会越大 但是呢组内的变异会越小 其实这概念呢是不谋而合的 好所以呢我们假如把这个SWinverse跟SB呢 相乘之后我们就得到个矩阵 就对它去做特征跟特征相乘来运算 然后呢我们就取几个维度就好了 那再把所有的点都对那个平面呢 去做垂直投影的结果 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可以 就可以例如说最后我们去取两维的话呢 我们事实上就可以把它全部投影在一个平面 那说全部投影在一个平面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对这个投影之后的点的数字呢 去用我们所熟悉的分类器 例如说logistic等等 那搞不好呢就可以分得不错 方向说本来是三维的东西 我们把它降到二维 然后呢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分类去 去对我们所处理过的这些data去做分类 那或许呢我们就发现 其实只要两个维度 那就可以有不错的效果了 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这个程式到底在写些什么 所以首先呢我们要先算那个 mean vector 就是每就是那个每一个类别 我们都必须要算这个类别呢 各个解释变数的 mean 然后我们假如把它摆成是一个下量的结果的话 我们就说这个下量其实就是某个类别它的 mean vector 好那因为呢我们现在有13个解释变数啊 所以呢我们就得出来结果这个 mean vector 一定里面都有13个元素 好那我们就看呢它怎么写 它说我们首先先把这个position就定4 换句话说呢这个小数点就把它定4位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建立一个空空的 mean vector 这是一个list 那等一下呢我们算完第一类的 mean vector 我们就把它丢进去 然后呢我们再算完第二类的 mean vector 再把它丢进去 再算完第三类的 mean vector 再把它丢进去 所以就是呢 刚开始是空空的 但是之后我们算出每个类 它的 mean vector 我们就依序把它丢进去 那我们现在就有三类嘛 所以呢 最后这里面呢会有三个元素 好所以呢它这边就写for label in range14 那就代表说呢 label其实就是123的意思 因为呢我们说rangeab 其实就是呢 从a开始 但是呢 一直到b-1 欢迎来说后面这个数呢 是第一个我们不要的数 所以当我们今天写1 逗号4的时候 事实上就是说123的意思 那4是不能碰到的 4是我们第一个不要的数字 好所以呢 for label in range14 其实label就是123 那刚好对应呢 我们这个9的样本呢 它的y是设成123 那其实呢 每一个资料库呢 它对这个y的label的设计都不大一样 有些呢 会资料库会帮你呢 设计y从0开始 那换掉的时候就会变成是012 那有些资料库呢 它可能y会帮你从1开始 那实际上就是变成123 其实这个东西都是无关紧要的啦 那你只要注意一些小细节就好了 例如说 你就注意呢 python都是从0开始的 所以当你今天呢 假如说你的资料库 y是设成123的话 那要嘛就是你把这个资料库的y都先-1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跟这个python都是从0开始 就有点契合了 那不然呢 就是要嘛 你今天呢 在写程式的时候呢 你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把它改成从1开始 那就可以跟这个资料的y等于1 开始命名y等于123 然后从1开始 事实上就可以契合了 换句话说呢 总是有一方呢 要去配合另外一方 不是资料库的y等于123变成012 不然就是呢 今天在写程式的时候 那python都从0开始 你可能就要 就要把写一些小程式 让它从1开始 就像我们刚刚这地方 for label range 那为什么要写1 为什么要从1开始 其实它现在就是配合说 我们呢 y 资料库的y等于123不要去改了 然后呢 我们今天python里面呢 都从0开始 那我们就干确呢 0开始的话呢 都把它调成了1 换句话说 总是有某些地方要去配合 才能够让这个程式的起始值 也就从0开始 跟我们现在的资料 y是从1开始 才会互相的契合 那就是要注意某些小地方的调整就好了 好所以呢 他就说for label in range 1 然后呢 你就看一下 mean vector.append 那什么东西.append 说穿的就是呢 我们要把前面这个东西呢 继续丢东西进去的意思 那丢什么东西呢 就是丢这个append的后面 这个括号所写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括号所写的是什么 他说呢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stram std 也就是经过标准化之后的解释变数 而且是训练资料 那我们呢 就把它抓出来 那总共应该有124笔左右 但是呢 我们因为现在要对每一类 都要算那一类的 mean vector 所以我们必须要先挑选 那我们挑选的结果 就是写在这边 就是写 就是写 就写 Y圈 然后呢 就等于1 为什么后面会有 会有那个 LBE 没错 没错 有点糊 应该是Y等Label Y等Label 那这个等号呢 这也是写两个等号 这是equal to的意思 这个 大家都应该知道 在写程式的时候 两个等号跟一个等号的意思 是不一样的 那你要真正讲相等的时候 要讲equal to的时候 基本上是两个等号 就算说呢 我们今天Ytram 也就是呢 这些训练资料的标准答案呢 假如等于Label的话 那Label呢 它开始会从1开始 所以呢 当这个回圈开始做的时候 Label就等于1 所以我们就说呢 我们先把Y等于1的那些资料 先把它给抓出来 然后从训练资料里面去抓出来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已经把训练资料 解释变数抓出来 而且现在呢 都是第一类的资料 然后呢 我们就说 要去求一个min 所以我们就用mp.min 然后呢 我们就说 沿着编号0的走去做 好 那因为呢 我们现在的资料是摆成什么样子呢 我们现在的资料 其实X资料呢 它是摆成 训练资料是124乘以13 124乘以13 乘以13 所以呢 我们就把它算出来之后 那我们就把它丢到这个空空的东西里面去 那在丢之前呢 我们要叫它print某些 就是把它丢进去 然后呢 也顺便print某些东西 好 所以呢 我们就print看看吧 那我们就print什么呢 那前面呢 这个字串呢 就是我们要叫它in的事情 所以呢就是mv mv字上就是minvector的意思 那空一格 所以这里就空一格 然后呢 这里看到一个百分比 我们就看百分比后面的东西是什么 那我们就依序的去找百分比后面的东西 那因为我们现在碰到的是第一个百分比 所以我们就看第一个百分比 就看百分比后面第一个数是什么 好 那我们就发现这个是label 所以那我们label刚开始是1嘛 所以它果然会印一个mv空格1 果然会印1 然后呢 我们就说这个1实际上是一个stream 是个字串 那就是我们指定的 好 那接下来呢就是冒号 冒号之后呢 又空了一个 空一个之后呢 又看见一个百分比字串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 百分比后面的第二个 第二个那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 那第二个数字 你发现 其实就是minvector 就是minvector 就是minvector 然后呢 我们要去把minvector里面 label-1 编号label-1的那个东西抓出来 那不要忘记哦 我们现在在对第一类9做完 刚刚那件事情的时候丢进去 其实呢 它是minvector里面的第一个元素 但是第一个元素呢 基本上在python里面呢 是编号0 编号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要在minvector里面去抓出 假如说你要抓出第一类的minvector的话 那事实上第一类的minvector 是最先被丢进去的 它呢其实是编号0 那你在做这个索引的时候 你后面就必须要写0 换讲说你就是label的数字要减掉1 那这样的话呢 它就会把编号0的那个东西抓出来 也就是呢 第一类9它的minvector 好那我们这个回圈呢 就必须要跑三次了 所以呢这接下来就要算第二类9 它的minvector算完之后呢 就把它丢到里面去 然后呢它实际上就是minvector里面的第二个元素 也是编号1的元素 然后呢我们再把它印出 印出mv 空格2 然后冒号 然后空格 空格 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呢 印出minvector里面的 编号1的东西 事实上就是第二个元素 也就是 第二类9它的minvector 就把它给印出来 好那当然印完之后呢 我们这里又有一个 左上到右下斜先写个n 其实就是换行的符号啦 所以它今天不同类别的minvector 可能在印的时候呢 就会换行 好总而言之呢 我们这样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终于把 三类9 每类9呢 它的13个解释变数 每个解释变数的期望值都算出来 然后呢就把它摆成一个 类似像样的样子 好所以我们现在到底做些什么事呢 我们其实就是算出m1 m2跟m3 就是第一类9 第二类9 第三类9的minvector 我们现在就只是做到这件事情而已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就是要去算sw 也就是呢 各组织内的 13个解释变数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那你就可以想像呢 我们就是算完第一类的东西 再加上第二类的东西 再加上第三类的东西 就把它全部加装起来就对了 然后呢 每一项里面呢 在做什么事呢 其实就是每一项里面的第一个样本 抓出来算这一项 然后呢 就会得到个13乘13的矩阵 然后再把第二个样本抓出来 再算一下这一项 然后也会得到个13乘13的矩阵 然后就一直累加 一直累加 一直累加上去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第一类的 9的这一项东西了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把xn抓出来 然后剪掉我们刚刚所算出来的minvector 然后你要记住前面这是columnvector 后面呢 成的这个是rollvector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要做什么 那因为呢 嗯 我们现在要算sw 那我们知道sw呢 算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13乘13的矩阵 然后就把线装淋进去 线装淋进去 好那我们再接下来看 它说呢 for label and be in zip 这个东西 那zip就像拉链一样 就会把后面这几样东西就把它拉链起来 所以呢 后面这像我们现在这个zip里面有两项 因此呢 后面的这两项的第一项元素就会被集合起来 第二项元素也会被集合起来 第三项元素也会被集合起来 那我们看一下前面这是什么呢 前面这个不就是123吗 那后面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类9 第二类9 第三类9的minvector 好所以呢 这又是一个回圈 因此这回圈在跑的时候 它会干嘛呢 它会呢 前面这里先抓1 然后后面这里先抓第一类9的minvector 所以呢 这个1就会变成是我们下面要执行程式的label 然后呢 第一类9的minvector 就是我们下面执行程式所讲的 mve啊 就讲的mve啊 好所以你就知道这里有个回圈 它必须要去做三次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这里所说的 那做第一类的部分 第二类的部分 第三类的部分 我们就是要去做三次 好 那每次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会先把这个 我们会先 再开一个13x13的矩阵 然后里面都先装0进去 那我们就把这个 新的13x13的矩阵 我们就把它叫做class skater 就是呢 啊 我们每一类别里面要算这个东西 事实上呢 我们就先开一个13x13的矩阵 那你会说 欸我们前面呢 不是也开了一个13x13的矩阵 叫做sw 那没有错啦 就说呢 那我们现在在算这项事件的时候 我们每一类里面呢 要算出很多13x13的矩阵 看你有几个样本 然后加总起来之后 然后呢 我们每个类别都做这件事 然后呢 再把每个类别的这个东西相加 所以事实上 我们现在有两个13x13的矩阵 一个事实上呢 是sw 就是呢 最后这三类的 13x13矩阵的加总的结果 然后呢 另外在做里面的这个回圈的时候呢 还有一个小的13x13的矩阵 这是干嘛呢 这个是我们在算每类的 它的主内变异的时候 所需要用到的 那个13x13的矩阵 好 那我们就把 每一个类别在算 Valent Equivalent Symmetrics的时候 的那个小矩阵呢 那就是13x13的矩阵 我们把它叫做class skater 好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就是要 每个类别都要分别的做 而且呢 我们现在想做什么事呢 我们就必须要把每个类别里面的 每一个样本把它抓出来 然后呢 把它摆成蓝像量 然后剪掉它的min vector 好 但是呢 我们现在的x样本 到底摆成什么样子 其实我们现在x的样本 是摆成这样 那这个是我们习惯 对于资料的摆放方式 换句话说呢 我们现在在摆的时候 其实每个样本是长成这样 每个样本是长成这样子 然后呢 每个样本里面总共有13个解释变数 但是呢 我们假如说要去计算这个式子的时候 其实呢 你是要把每个样本呢 的那个向量呢 就把它摆成直的 然后呢 剪掉它的min vector 剪完之后呢 然后再乘以这个 剪完之后的东西的转置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把 这个x里面的每个样本呢 都 这个每个raw都抓出啊 那每个raw是上就是每个样本 那我们抓出来之后呢 要把它摆成直的 那摆成直的之后呢 那摆成直的之后呢 我们要剪掉它的min vector 那事实上呢 这min vector也要被摆成直的 然后呢 两个直的向量相减之后 所得到的结果呢 再跟这个直的向量转置 那 然后呢 就是 就得到一个raw vector 跟一个 就得到一个convector 跟一个raw vector 然后这两个东西去做 矩阵相乘 就得到13乘13的结果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必须要把 每个样本抓出来之后 都要先转置哦 毕竟我们现在每个样本呢 其实是被摆成横的 但是我们必须抓出来之后 要把它摆成直的 好所以呢 你看他这边说 forraw in extreme standard 然后呢 我们就说Ycham必须要等于label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就是先抓第一类9出来 我们在Scham里面 先把第一类9的 那个 的资料先抓出来 但是抓出来的结果呢 基本上每个样本是被摆成横的嘛 所以呢 我们就说 对于呢 我们抓出来的第一类9的 那些资料的每一列 然后呢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呢 首先 抓出来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叫做raw 因为它现在是每一列嘛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用raw点 然后d1 也就是说呢 现在每一个样本 其实呢 它是一个1乘13的那个向量 但是呢 那我们必须要把它给变成13乘以1 所以呢 你就发现它这边就是raw点 the shape d1 就是呢 把一个1乘13的向量呢 变成13乘以1的向量 好 然后呢 那我们今天这个第一类9呢 它的min vector呢 其实我们要把它摆成是直的啦 那因为呢 啊 我们在上面做的时候呢 那事实上呢 每一类9的它的min vector 基本上呢 是被摆成一维的结果 一维的结果 事实上是横的 所以呢 因为呢 其实这个mv1 就是呢 这个mv 它也要reshape成d1 好 所以这两件事情 就是说呢 每个样本抓出来 我们要把它弄成蓝向量 然后呢 我们也要把呢 每一个 啊 类别它的min vector 也要把它摆成直的 那我们把这东西呢 reshape成d d0.1的shape之后 我们就把它叫做 rawhammv 那接下来就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没有什么 事实上就是rawhammv 那rawhammv 其实就是 每一个被我们摆成直的样本 然后呢 剪掉mv就是剪掉 它那一类的min vector 所以呢 你看这边就是rawhammv 然后dot什么呢 dot如果剪掉mv的transpose 就是如果剪掉mv.t 其实就是如果剪mv的transpose 好 所以呢 就是把每一个样本抓出来 把它摆成直的 然后呢 也把它的这一类的min vector 也把它摆成直的 所以两个东西相减 其实就在算这个 xn-m1 好 然后呢 这个东西要跟 它自己转置之后的结果 再去做 矩阵的相乘 所以就是这边所写的 然后 就是呢 如果剪掉mv 然后dot 如果剪掉mv的transpose 然后算出来的结果呢 其实就是 第一个样本 它的这一项 然后我们就说呢 对第一类9 假设它有50个样本的话 我们就是 所有的50个样本 都算这一项 然后把它加中起来 所以你看一下 它后来呢 就写class skater 就加等于后面这一项 那加等于事实上就是class skater 等于class skater 再加上新的计算之后的结果 就像呢 你今天假如看起来 x加等于1的话 其实就是x等于x加1 所以这一项呢 就是说呢 class skater事实上 就等于class skater 再加上后面这一项 那class skater呢 刚开始呢 我们 都会先把它调成0 所以第一类9 假如有50个样本的话 事实上呢 就是50个样本呢 都做这件事 然后把它加中 好所以呢 我们现在第一类9终于做完了 好 然后呢 做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那个结果 就丢到sw里面去 也就是说呢 第一类部分这个东西做完之后 我们就把它丢到sw的里面 那sw 刚开始是空空的啊 但是呢 我们现在第一类9做完结果 我们就把它丢进去 然后呢 你就可以想象 等下第二类9 也要做同样的事情 然后呢 做完之后呢 就也把它丢到sw 但是呢 就跟刚刚的第一类结果 这个结果 就把它相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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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呢 你就发现呢 x底线w呢 又有一个加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说 这个事实上就是sw 就等于sw 再加上class gate 那sw刚开始是0嘛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呢 sw这个 13乘十大矩阵呢 就会 刚开始 第一类的东西做完 就丢进来 然后呢 第二类的东西做完呢 就丢进来 而且跟第一类结果就做 就做相加 然后第三类呢 东西做完之后呢 又把它 跟刚刚我们第一类 和第二类做完的结果 再把它相加 然后最后 我们就真的可以得到 这一项了 而且是三类的这一项 好所以这里面呢 其实有两个回圈 那第一个回圈 事实上就是呢 每一类里面呢 看你有几个样本数 你这也就要做几次了 然后第二个圆圈 第二个回圈就是呢 每一类做完之后呢 然后各类的这一大象 还要再加总起来 所以基本上它是有两个回圈 在跑 那你假如说 你看城市看的比较多的话呢 你就可能会有点呼吁说 它为什么这地方要 叫G shape D D D 1 D 1 那那呢 就是说你假如Python呢 看9之后呢 其实你会对这个Dot 这个东西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因为呢Dot这个东西呢 它跟我们数学上呢 其实在讲那个Dot的概念呢 有时候有点像 有时候又有点不一样 那举个例子来讲 我们假如说呢 我们在数学里面呢 再算一个13乘13的矩阵 和一个13乘以1的向量 去做相乘的话 我们常在做这件事情嘛 所以呢我们当然知道呢 这两个东西呢 其实做出来的结果 相乘结果出来 当然就是13乘以1 这是我们数学上呢 会得到的结果 但是呢 假如说你在写Python的时候呢 通常这前面13乘以13呢 它真的就是一个13乘以13的结果 因为它是一个二维的阵列 但是呢 后面这个13乘以1的向量呢 假如说你呢 是把它摆成一维的话 那你会发现呢 后面这个东西 其实它的shap呢 在Python里面呢 它通常就是写13逗点 就结束了 因为呢 假如说后面这个东西 你这个向量 只是把它写成一维的正列的话 那事实上呢 一维正列呢 在Python里面 它就认为说 我们一个数就可以去写它的shap了 所以通常呢 一个向量 你说它的shap是什么 事实上它并不会像我们 数学上所想的向量 就是要把它摆成子的 这个是人文科学约定俗称的做法 所以呢 我们人文科学 假如看到一个向量 我们的习惯反应就是 它是这个column vector 它是个蓝向量 所以就把它写成13乘以1 但是假如说你在程式里面呢 向量的话 你假如说是写成一维正列的话 它的shap不是131 它是shap 事实上就是13逗点 就这样子而已啊 好所以呢 你说说好吧 一个矩阵跟一个向量相乘呢 那就是一个二维的张量 就是两个数才能够保 才能够显示它的shap的东西 跟一个一维的这个张量 就是一个数就可以写出它的shap的东西 去做相乘 那相乘之后呢 它的shap会是什么呢 它shap其实就是13逗点 就这样子结束了 这样子结束了 那你假如说你刚开始结束这个 南牌或者是python的话 你会对于这种 一维的 一维的正列 它的shap会感觉到很糊异啊 因为呢 在跟我们数学上所讲的 向量就是要把它摆成直的 它就是一个 例如说13乘以一个结果 其实是有点不同的 然后呢 在这个numpi 或者是在numpi里面呢 一个矩阵跟一个向量相乘 也就是一个shap是二维的 跟一个shap是一维的东西 去做dot的话 其实呢做出来的结果 有时候那个shap的表示方式 跟我们数学上的这个shap表示方式 都会有点不一样 那你就会有时候怀疑呢 一个二维的张量跟一维的张量 去做dot 到底data出来 结果到底是什么 那有时候会跟你真的 数学上的一些概念有点搞混啊 那那假如说你今天呢 是两个矩阵相乘 都是二维的shap在相乘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哦 好所以啊 我觉得这个作者 他这边还蛮谨慎的啦 因为呢他知道我们今天就是要把项量 有些是蓝项量 有些是列项量 那 换句话说我们有些项量 就是要把它摆成直的 有些项量就是要把它摆成狠的 然后去做 矩阵相乘的事哦 所以我觉得他是为了避免 真的很混淆 他就干确呢 今天即使是一维的阵列 他也会呢 今天把它shap成二维的阵列 换句话说呢 一维的阵列在python里面呢 其实他真的就是啊 例如说我们今天找到每个样本 是这样子列项的话 他的shap真的就是写13而已哦 但是呢 因为我们今天要做的矩阵相乘 有点太复杂了 所以他就决定呢 就先把它举shap 举shap成我们数学上的样子 换句话说呢 一个列项量 在python里面是13逗点 他就干确先把它举shap成13乘以1哦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可以完全跟数学上呢 这个再写一个下量或矩阵的大小呢 概念就完全一样 然后他最后就是用二维阵列 跟二维阵列的那个相乘去做 那用这样子去做的话 就比较不会混淆了 总而言之呢 你在做这种numpide的相乘的时候 然后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二维阵列 跟一维阵列去做dust的话呢 我都会建议你真的要小心一点 因为真的很容易搞混 很容易搞混 而且不同版本之间的numpide 我怀疑他 他有些东西在早期的版本不能做 后来在晚期的版本 其实又变成可以dust了 然后就有点混淆 假如说你真的呢 就是要按照现行代数所讲的这种 举证相乘 然后呢不管是举证或向量呢 你的表示方式都是要 都是要我们所熟悉的 例如说13乘13跟13乘1 去相乘的话 那事实上呢我会建议你就干脆先取shape完 再直接呢去用二维的阵列 Dust二维的阵列方式去做 那就比较不会错了 然后只能说呢 作者在这边其实还蛮小心的啦 他就决定把这种 Python认为的是一维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数学上呢 通常会把它写成是一个蓝箱那样的东西 就先把它直接reshape 成我们数学上要的样子 那总而言之这部分 你可能要自己去体会一下 你才知道大家讲些什么事 其实这个Dust是真的有点有趣啊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SW呢 就把它叫出来看看吧 我们就把SW叫出来看看 那这个SW呢 可想而知一定是一个对称矩阵 因为呢基本上 每个东西做出来的结果都是对称矩阵 因为每个东西它事实上在算的就是 每一类里面的三个解释变数的Valence Covenance Matrix 所以Valence Covenance Matrix一定就是对称矩阵啦 所以你就发现说 其实像这里的3.107 那跟这边3.107是一样的数字 然后这边的-7.93 跟这边-7.93 是一样的数字 基本上这个SW其实是一个对称的矩阵 好那是呢 我们就发现了 像我们这本记忆学学的《旧约圣经》 他就说我们就把每一类的这个东西算出来就好 那在算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这不就是很像在算Valence Covenance Matrix 那我们在NumPi里面不是有个NP.COV 那个东西不就在算很类似这样子的事情吗 为什么我们不直接用那个指令来做就好 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去手工练制 然后把每一类的这个东西算出来 那这个东西事实上还要看你有几个样本 要加几次 然后最后每一类都算完这件事情之后 再把它全部相加 为什么这么类呢 为什么不要用NP.COV这个指令 然后把每一类的类是Valence Covenance Matrix 算出来就好了 那原因就是因为NP.COV那个指令 它是真的在算数学上所定义的Valence Covenance Matrix 而数学上真正所定义的Valence Covenance Matrix 事实上前面是必须要除以N或除以N-1的 但是原始的PayPal其实这边前面每一组之间 并没有除以N或除以N-1 所以其实你比较不好直接用NP.COV 但是我们这个作者他觉得说 我们既然这一项是在算每一组 它自己组内的Valence Covenance Matrix 那假如说你今天各组的样本数不一样多的话 那似乎应该要除以 就是说每一组算出来的这个东西 必须要除以它那一组样本数比较公平一点 不然假如说有一个类别它的样本点 本来就比较多化 那这个值算出来本来就比较大 所以我们这样好像不是很公平 那应该要除以那一类的9 它的样本数会比较好 假如说你正在那做的话 你当然就可以用NP.COV来做了 所以他现在就想要去算一下说 那这三种9在训练资料里面 它的样本数是不是一样多了 好所以你看他用什么呢 他就是用NP.BeanCount BeanCount 事实上就是算每一组每一组里面 到底有几个样本 那我们现在就是把TrainData丢进去 YTrain丢进去 那为什么叫写B呢 因为当我们在用NP.BeanCount的时候 它事实上会是算Y等于0有几个数 Y等于1有几个数 Y等于2有几个数 Y等于3有几个数 所以事实上假如没有写后面接下的话 它做出来的结果就会是0 41 50 33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资料 其实基本上没有Y等于0这个东西 我们事实上这个资料库 它是Y等于123 所以我们就干脆 NP.BeanCount算完之后 那最前面那个0我们也不需要看了 因为基本上是在算Y等于0的样本个数 可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资料库 基本上没有Y等于0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Y从1开始标注的 所以就干确呢 把这个NP.BeanCount的结果呢 就把它做个切片吧 所以他就说呢 我们就从编号1的数字开始看 然后看到最后 那这样的话呢 出来结果就只有41 50 33 而没有0 41 50 33 好那我们就把训练介绍里面呢 等每一种9的样本数算出来 那我们就把它print class label distribution 然后冒号 然后再空一个 所以呢 就会印到这张空一个 那之后呢 我们就看到百分比s 就代表说我们后面是要印字串 然后呢 这个百分比呢 这个百分比其实就代表说 你这个地方事实上是要装一个 放在百分比后面的东西 那百分比后面的东西 事实上就是 就是南排点并靠着 Ytrain 那事实上就是41 50 33 所以呢 他就把41 50 33 就把它印在这里 好那我们就说呢 其实他这三个类的样本数 不是太一样多了 所以呢我们比较好的做法应该是 每一类算完之后呢 要直接处理它的n 每一类算完之后要处理它的 那一类的资料数会比较好 然后呢 他就作者就说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用np.cov去算了 所以你看他这里呢 其实这是用np.cov去算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什么东西叫做np.cov 这个我们在上一部影片有讲过 其实 就是在使用上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的小心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什么东西叫做np.cov 先把它检索一下 那你会说这个东西还不简单吗 就是算一些解释 算一堆 一堆数列之间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对 但是问题是他怎么摆 那这个要特别注意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呢 他这边说你假如要用np.cov的话 首先呢你要把这个资料先摆进来 那这个资料呢 他就叫做m 然后他就告诉你说m是什么呢 他说m 事实上呢 就是一个一维或二维的阵列等等之类的 但是重点是下面这个 他说m里面的每个raw 其实呢 是代表一个variable 然后呢 每个colour呢 事实上是就是每一个样本 那你看到这边你其实你会有点吓一跳 因为呢我们通常习惯在做资料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的x呢习惯就是摆成 每一个样本事实上就是每一个raw 每个样本就是每个raw 所以呢假设你有124个样本 然后13个解释变数的话 那这个x呢 我们会把它摆成124乘以13 但是呢我们其实我们现在要算这13个解释变数之间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我们叫做 我们现在呢 假如x摆成这样的话呢 其实我们要算的是每一栏每一栏之间的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但是呢 他这个地方告诉你说 你假如要用这个np.cov这个指令的话呢 则丢进来的data呢 每个raw其实代表的是什么 每个raw代表的是实上是一个variable 是一个变数 然后呢每个column呢 他说呢每一个column呢 才代表是一个观测值 好 所以 他说呢丢进去的x到底要变成什么东西呢 那么其实我们把它写在这边 他说丢进去的x呢 其实每一个column呢 事实上是每一个样本 每一个column是每个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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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每个column既然是每个样本的话 则呢今天每一个raw就是代表一个解释变数 所以呢其实这时候每一个raw代表的是每一个解释变数 那换句话说呢 我们现在丢进去的这个x呢 他必须要摆成是13 乘以124的样子 124的样子 然后呢他今天在做np.cov的时候 他事实上就是就每个raw之间去算 就是这个np.cov 所以这里真的放进去就要特别注意了 就是说呢你今天要用这个np.cov的话 其实呢你丢进去的东西 基本上呢 基本上呢 必须要自己先把原始的我们这个x的data 就做一次转置了 那这样子才会得到正确的结果 那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你假如真的想直接用np.cov的话 那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所以呢我们就说现在d等于13 然后呢sw呢 我们还是先做个13乘十大矩阵 里面全部都是零矩阵 这就有点像是呢我们上面 嗯 我们上面这边所 所写的sw 好然后呢我们现在 每一类别再算这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决定用np.cov去做了 好所以呢他说for labelnp in zip range14跟minvector 这跟上面都一样我们就不讲 然后他说呢class skater是什么东西呢 class skater事实上就是np.cov 然后呢我们就必须要把 Ytram等于label 那当label等于1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把第一类9的资料抓出来 然后从xtram 标准化之后的xtram的资料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呢 大概就是只有41笔资料 然后你必须要做转置 点t就做转置 那做转置完之后呢 再用np.cov去做 做出来的结果才会是一个13乘13的矩阵 假如说你后面这1的转置的话 那他会把你当成什么呢 他会把你当成呢 你丢进去的x其实就是这样 则呢他会认为说今天呢 事实上呢 事实上呢你今天的variable呢 总共有几个呢 总共有41个 所以做出来的结果 就会是一个41乘41的矩阵 那当然你也知道 假如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应该就是 就是做错了 所以你可能就会想说 是不是要回去看一下他的说明书 好这个是呢 那在用np.cov要做的地方 好那每一类别呢 我们都算出一个class skater 所以呢 我们就说这个sw呢 基本上就是呢 每一类别所算出来的class skater 一直累加 一直累加的结果 好那最后呢 当然呢 我们就把这个x底线w 就把它给做出来了 做出来了 好那 他这里就印了一行字 就是叫做scale的wheeling class skater matrix 那就是呢 今天啊 每一组组内的这个matrice呢 而且是经过那一组的样本 所评准之后的结果 那我们就把这个matrice呢 它的大小印一下 所以呢 他就说我就是要印这一行字 然后呢 这行字一直印 印到这个冒号之后 就空了一个嘛 所以就在这边空一个 然后就看见了一个百分比s 所以他就会去看一下呢 百分比后面的第一个数 然后呢 事实上这个数是13 等一下我们来讲为什么是13 那13完之后呢 他这里就说要印一个x 所以就印一个x 事实上我们就把它当作是相乘的意思 然后后面呢 这里有一个百分比x 他就去看这个百分比后面的第二个数 就最后印出来 就会是13乘以13 好那这个x底线w呢 它基本上是一个13乘13的矩阵 它shave就是13 豆点13 所以前面的13呢 就是编号0 后面的13就是编号1 所以当你今天假如打s shape sw shape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13 豆号13 然后呢 你后面再打个0 他就会把编号0 也就是第一个数字13抓出来 就是这里的13 然后呢 你在 在 在画面写1的话 他就会把呢 第二个数字 抓出来 在这个例子里面当然也是13 所以就把它印在这边 所以呢 他就印出这一行字 那当然呢 你也可以看看呢 这个sw 长成什么样子 其实它也是一个对称矩阵 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个variance covariance matrix 而且呢 这个矩阵呢 跟上面呢 你的结果会长得不大一样啊 那这个很正常啊 那这个很正常啊 因为呢 上面这个矩阵 上面这个矩阵呢 的数字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 你可以把它想成呢 就是第一类有41个样本 所以就是呢 算了第一类有41个 第二类有50个 第三类有33个 所以他事实上呢 就是算了41次的这个东西 然后把它加中起来 但每一次都不一样 然后呢 第二类的部分呢 有50个样本 所以也算了50个这个东西 加中起来 然后呢 还有再算了33个第三类这个东西 把它加中起来的结果 但是呢 假如说你是用 那样拍点cov的话 他事实上呢 是把这个东西送完之后 他有先除以多少 他有先除以第一类的41个样本 然后呢 第二类这东西算出来之后呢 他还有先除以50 先除以50 然后呢 最后第三类算出来呢 他算出来的结果 还有除以33 所以呢 下面这个SW呢 跟上面这个SW呢 不一样大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很正常的事情 因为 毕竟他们的计算呢 其实下面的这个算法 它是 每一组组内在算的时候 都有除以那一组 它的样本数 嗯 好 这个事实上呢 我们就已经把 就已经把这个SW做完了 那 接下来呢 就是要去算SB了 那结果呢 我发现好像有点 讲太慢了 是 对 好像你也只能放在下一部影片讲 好像真的是讲太仔细了 可能怕大家听不懂就讲太仔细了 可能怕大家听不懂就讲太仔细了 有可能是因为 嗯 放完假之后 回来发现又有耐心了 所以就讲仔细一点 好 总而言之我们可能下一部 再继续把 没看完的程式呢 把它看完了 那这部就先停在这里吧 好 好 呀 好